咱们接下来讲这个八目 古人认为啊 这个大学的核心就是三纲六正八目 就是经文这部分 格物置之成一正心 修行的四个途径 也可以视为四个阶段 首先说格物 那这个物字是关键 怎么理解 朱熹理解为事物 从这个角度呢 格物就是对事物有真正的了解 置之 是获得真正的知识 格物就是深刻了解事物 置之是获得真正的知识 你要按朱熹这个讲法呢 格物和置之可以合并 看为一项 这是笼统的说 但要细分它俩也有区别 格物是了解事物 置之是获得真正的知识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呢 格物是对具体事物的了解 置之呢 是提炼规律 规律性把握 他俩有点细微的区别 你要笼统的说 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但实际他俩有细微的区别 朱熹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他这么去理解这个格物啊 说怎么能格物置之 你真正的去把握事物 然后你从里边提炼出真正的知识 但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尽的 你挨个去具体了解 然后在里提炼规律 这个能不能做到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 你要是学哲学的 他肯定说能做到 哲学就是世界观 就是方法论 哲学就是对宇宙间抽象的把握 对宇宙间事物进行了解 然后就能有一个抽象的规律性 真理性认识 但这个是从理论上 从实践上是很难做到的 你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深入研究 然后进行一种规律性总结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我们不说别的 就是化学这个分子 是这多少代的化学家 研究研究研究去 最后才整出来的 靠哪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说对这些事物进行研究 最后我能认识到这里头存在分子 它是什么结构 那是任何人做不到的 往往 而且这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那宇宙间万事万物 要都这么去把握 这么去理解 从一个具体事物入手 最后进行这种规律性提炼 你这一辈子能提炼出几个规律 这一辈子能认识几件事 它效率极低 而儒家我们反复强调 它是入室的学问 它要学以致用的 你要通过这种方法 对事物进行了解 对规律进行把握 你这一辈子也研究不出几条规律来 怎么能学以致用 怎么能在生活当中加以运用 所以它这个把握本身 从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从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为了化解这个矛盾 朱熹才把那个明明德 那个明德 把那个人心性理解为一种 虚灵的东西 它通过一种神秘的学说 来化解我刚才说的这个矛盾 所以按朱熹的说法是啥呢 你通过对某一个事物的深入的了解 你能获得真知 然你这个心是有灵性的 一旦这个真知和你的心相吻合 它就等于对你这个心产生一个刺激 然这心啪啪打开了 完这心是虚灵的 能硬万物的 然后你就一通百通了 它是一个走向神秘主义的学说 这个还是受佛教影响的东西 它又是一个从理论上说得通 从实践上行不通的 说我现在了解事物 我能一通百通 我了解完这个 这个这个木匠活 我就自然会练铁了吗 这个你从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所以王阳明指出 朱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对物字理解错了 说大学里边这个物不能理解为事物 而应该理解为人物 是人 我们以前讲周易的时候提过这个事 戏词传里 那个物是指人 这个是金景芳先生反复强调的 金景芳先生跟我们讲戏词传的时候 那反复强调这个物是人 不是事物 说这个东北那个骂人话不是物 实际就不是人 这个物和人是同一词 这还是古法 后来这个物才单指事物跟人 不能混用了 早期这个物和人是同一词 所以那个诗人三经里边 那个南北朝那个刘少那本书叫人物日 直接人和物是同一词 这是早期古汉语的一个用法 这个王阳明是从这个角度去论书的 所以他讲格物这个物 不是自然界的事物 是指人 格物就是研究人 置之获得真正的知识 那么这个真正的知识指什么 不是指自然界这些规律 而是指人的规律 对人性的把握 按照王阳明这种解释 格物置之是指 你要深刻的研究人 然后你了解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真正知识 说白了就是你 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规律 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这叫格物置之 那么从王阳明这个角度呢 格物和置之 笼统地说也是可以合并 细致分析 它仍旧有区别 格物和置之仍旧有区别 格物是研究的人性 置之获得的真正知识 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 而不是只局限于人性 或者说置之是格物的一个运用 通过对人性的分析 最后达到对人类社会 有深刻理解的这么一个高度 从这个角度说 置之是格物的一个结果 一个具体的运用 那什么叫格物 对人要有充分的了解 这也就是明明德的根本 人性的根本 格物你要深刻地去理解人 深刻地去理解人 然后你才能做到明明德 人的本性 你没有深刻地认识 你就做不到明明德 你说明明德 我们要把人性善良的本性 把它充分地发挥出来 人善良的本性是什么呀 人的本性是不是善良的 这都有争议呢 就说人性是天 人之除性本善 那人之除性本善的一个善 哪些是人性 哪些是后天培养的 人身上这些好的 这方面的东西 哪些是他本性 先天带来的 哪些是后天养成的 所以要对人进行 一个深刻的理解 这叫格物 王阳明是立足于 对朱熹的一个否定的基础上 提出自己这个见解的 他年轻的时候 是尊重朱熹这个说法的 我们提过他格竹子 这是一通百通 先找一个入手 先把这个竹子要能整明白 那可能就 心虚灵应万物 然后别的就都能整明白了 最后跟竹子叫七天进之后 把自己干病了 也没把竹子这个 这个本质认识清楚 所以他认为 这个路子是不对的 后来他 他这个反思 所谓的农场悟道 最后提出了这个 新的见解 虽然这是王阳明 强调的一个新的见解 但是我认为他应该符合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 可能是朱熹受佛学影响 对这一段的理解有点跑偏了 王阳明使他重新回到了 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来 所以这一块这个格物的理解 我是比较赞同王阳明的 研究的是人 对这一块儿 谢谢大家